前有千二大爷穿大褂领奖 后有老郭穿羽绒服走红毯 德云社演员的穿着 着实让人琢磨不透 郭德纲就曾评价陶阳 21岁的陶阳 刀翅的跟57岁似的 这穿着打扮一定是于老师的老大哥 来吧大哥您来一段吧 而在最近 老郭的穿着再一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众所周知 郭德纲可以说是名牌毁灭者 全世界的名牌穿到郭德纲老师的身上 都可以穿出自己的风格 不管是什么国际大牌 在郭老师身上都是能够穿出大褂的感觉 看着外面的模特穿着挺好看的 怎么在郭老师身上就变味了呢 直到后来郭老师也彻底放弃了 直接穿着棉服走红毯 被主持人称之为红毯界的一股清流 郭德纲更是直言拿棉鞋棉袄抢热搜 以如今郭德纲的身价 可以说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买得起 也穿得到 但穿棉鞋棉袄走红毯 可以说是独一份 之前做主持人时 郭德纲可以说是穿遍了名牌大牌 如今的穿着可以说是更加亲民 很接地气 绝对的一股清流 而近日德云社的教导主任杨和通 晒出了德云社龙字科学员上课的照片 郭德纲老师亲自上台授课 而他穿的鞋子却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郭德纲因为不是来演出所以没有穿大褂 而是穿了一身便服 可是他脚上配的却不是运动鞋或者旅游鞋 而是一双便靴 网友们也纷纷调侃郭老师的鞋子是重点 要考 从郭老师的穿着上也可以看出 郭老师真的是上了年纪 非常注意保暖 如今的郭德纲可以说不需要太过注重外在 而注重舒服和保暖 当然无论是穿着什么 就算是穿着破洞的鞋子 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给学员们上课 他对艺术的态度值得大家钦佩 纵观整个曲意见 似乎没人比郭德纲更爱这个舞台了 别看老郭日常穿衣不甚讲究 唱起戏来非常讲究 他唱戏时穿得满袍 渐渐价格不菲 光彩夺目 艺术追求永无止境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无止境的艺术追求上 总会得到认可和赞扬 这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那些抹黑郭德纲的人 都是站着道德制高点 说郭德纲品行不端 却没有人说郭德纲业务能力不行 因为实在是黑不动 所以看似是一双普通的便靴 其实体现出的 是郭德纲对待舞台和艺术的态度 也正是这种态度 才让郭德纲在取义界脱颖而出 有了如今的成绩